保持核心的稳定 为什么你们经常有很多站不稳的动作 你考试的时候万一站不稳怎么办 这个站不稳与站不稳不是说你的脚下 必须要站稳 当你身体是松散的情况下 你的脚能站稳吗 它肯定是站不稳的 你们在站的时候 Center中段 核心的集中不够 说了能量是往里来的 后背 干嘛 往外 中段是往里吸收能量 后背的感觉是从后往前 去延伸延展 你看你能感觉到我的能量都不在这 而是 往外 我的后背是感觉是散发能量 往外散发能量 是一个circle 圆包回来的 那么所以说你能感受到 能不能感受到你的脊椎 我继续往斜上方延展 手臂往外 延展 核心往里 当你这样的能量感受到 我是非常集中之后 我的腿是处于非常什么 扎实还有什么 当你扎实我的动力腿呢 做得很异 为什么 因为你的人的形态 核心的能量 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说你的动力腿很轻松 所以说所有动作 我如何让我站稳 它一定不是吃光 是脚 还是我刚好说的问题 核心是你的脊椎的 稳定 能让你所有的动作能不能 它不是这样 你们经常跳一个动作转身 过来就会 而是没有这种 身体 这里产生的能量 然后你的腿 你的身体才能有感知 不管跳什么 我说这两点 一个是脊椎 一个是核心的集中 手臂的延展 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